瑞芳区自来水遭污染赔偿作业上个月26日开始进行收件并陆续汇款到各受灾户的用水户手上 公所主秘表示下周一为收件截止日 周休二日自来水公司也会派员驻公所收件请民众把握 瑞芳区自来水遭污染赔偿共有一万多户列为这次赔偿范围 自公告开始目前持续进行收件 里长们每天都忙不停每天都有民众矫健问题也层出不穷 本区有17个里的水费的补偿发放费事宜 敬请各位乡亲在收到我们公所发放的通知单之后 请赶快缴交 那因为那个最后截止日是在本月份的9号截止 公所表示收件日自上个月26日一直到这个月9日 只要公所一收到件会整完就会完成汇款 而目前已经完成8000多户的赔偿金汇款 希望我们各位乡亲都能够紧速的来缴交 那便利于本区的作业 因为现在有8000多位的乡亲已经缴交了 只剩下少数的乡亲还没有缴交 在此呼吁请尽速缴交 以利作业 这几天由利盘公司来收件 收件好 你要交公所 早收件早来交的人 赚多少钱 里长表示提醒民众要把握自己的权益 剩下4天收件时间 一经公告30天 如果未办理就会丧失资格 请民众多加把握 介续为瑞芳采访报道